我們這個班群是用班群方式來做的 我們是四個老師一起來教這門課 那我講一下 你看我們這四個老師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 有年輕的、有老的 那我們這四個組合是自然而然組成的 並不是學校強迫的班群組成的 其實我們學校的老師因為班級數很多 其實學校對我們老師限制也都很少 讓大家自由發展 在很早我們這群是從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上來的時候 就是也不是剛開始沒有那麼了不起的 說一定要當一個班群 就是常常在一起聊天嘛對不對 聊天做什麼呢 就這個 罵罵學生啊對不對 聊聊家長啊 聊聊校長主任啊對不對 然後呢 東聊西聊 那我知道我們學校還有很多不同的群體 有的是以團購為主的對不對 有的是以聊是非為主的 每個學校老師都有很多不同的群體 那我們這個群體呢 我們是比較關心學生的一些生活 所以我們會把很多中心發展 就是討論很多事情 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這樣教很好 你那樣教很好 那我們講 那我們是不是交換一下 我到你的班級教一下 你到我的班級教一下 那後來發現這樣的東西非常的有趣 我們就把它發展成一個 我們自己很特殊的經驗 我們這四個老師呢 每學期開學之前 或是像現在 像我們現在已經做得很熟練了 那我們昨天就已經開會 把下學期的課程 全部都討論完分配完了 分配什麼呢 分配在這一學期裡面 我們要上哪些課 我們這四個老師呢 是共同設計 課程 其中有四個科目 我們特別拉出來 一個是綜合 一個是閱讀跟書法 一個是寫作 一個是社會 我們針對這四個科目呢 我們把一個學期分成四個區塊 期中考前兩次 期中考後兩次 那每個學期呢 譬如說像我好了 我第一次 一到四之後 我是教社會 我準備社會 一之一到二之一 這三個單元 我準備這三個單元 然後我要上四個班 接下來下一次呢 我就開始上作文 請到我的家鄉來 再下一次呢 我就負責教閱讀 最後一個週期呢 我就負責教 全球暖化 把愛傳出去 還有法制課的一些課程 我們就按照這樣子先排 我們其實像我們今天 昨天就已經決定好 下學期我是教哪些東西 這是我們這次無上的 然後我決定好了 我就開始設計我的課程 我的課程教的時候呢 我是 你看像這樣子 我們班的課表示 一個月會壞一次 第一個月是這樣 第二個月這樣 你們說 這樣不是太複雜嗎 我們小朋友剛來的時候 也覺得很複雜 他現在已經知道了 反正就是這四個老師 輪來輪去就對了 禮拜一的時候呢 這個月是林老師 都是我們林老師的課 他這個月教社會 下個月教寫作 下個月教什麼 像小朋友熟練時間段說 老師 該換課表了 你都還沒有告訴我們 這樣子 他說我猜 我猜你下次教什麼對不對 他們現在比我們還熟悉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像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這學期 就可以開始設計我下去的課程 我社會只要準備三個單元對不對 我的寒暑就去找很多東西 努力的編我的那個投影片 做得非常好 找很多影片來支持這樣子 我為什麼可以花那麼多時間來做 因為我做這套教材 可以教四個班 好不是只有教我一個班 四個班都可以用 而且我今年做好了 我下個提示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再拿來用 不管版本 像社會 不管哪個版本 台灣史就是教那些東西啊 我都可以再一直用下去 好 然後呢 好我像我舉我們的法治教育為例好了 好 像譬如說法治教育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我們是排 因為我們不是隨便插進去 我們會跟我們的主題融入 跟綜合科本有關的 我們就把它排在那個梯次 所以我們是放在 上學期是放在後面兩個 那剛好是我跟 明華老師跟我兩個老師負責上的 好 那像明華老師 因為他在上 你看 人際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跟隱私有關 所以他先上隱私的介紹 好 然後呢 後面再繼續融入 下學期也是一樣 像 所以我們的 我們這個班群的法治教育 就是這樣子融入在我們的課程裡面的 好 那這樣子做有什麼優點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 我只要專心準備一份教材 好 所以我的內容非常的豐富多元 如果我每個單元都要這樣準備 我是不可能做到這樣子的 好 第二個 我的這個教材可以教四個班級 而且我可以立即修正 通常我們都會把第一個班 排我自己的班 做完 我原來計畫這樣發現不夠 我這些教材大概只能上一節半 我還在去找東西 不過大部分都說 我發現這些東西大概可以上三節課 可是我再兩節課上完 我就會去做一些山修 或說這個活動跑下去發現不行 這個活動小朋友玩不起來 那我就立即修正 我馬上就可以修正 這個月上完以後 我這套教案已經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教 而且已經實驗過四次了 所以非常的完整 我不必像一般這樣 啊這樣教不行 那怎麼辦呢 兩年後輪到五年 再重新run一次 已經不用等到兩年後 我現在馬上就可以立即修正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老師的教學技巧 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很多人會說 林老師你怎麼敢去別班教 我說 我去別班教 老師又不在我怕什麼 還是要我在他們班上課 所以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而且呢 小朋友都跟我們說 這樣子很好 這樣子有四個不同的老師 不會很 不然整天都看著老師的那張臉 其實很煩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還有老師對四個班級都很熟悉 我們這四個不是只有老師是班群 學生也是班群 四個班的學生也都會非常的熟悉 我們對每個學生都很熟悉 我們小朋友都說 那好像那個四娘教子這樣子 因為在校園中啊 就多出了四分三的機會 被別的老師發現 我們都互相管來管去 我要去當導護 我今天有事要起架 我都很容易可以托別的老師幫我來幫忙 因為他們都很熟悉我的學生 這個是讓我們感覺 非常有安全感的一個方式 然後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呢 別班的學生永遠比較可愛 我相信教宿教教就知道 別班小看起來都很乖 都不會亂講話 可是呢 我們在自己班上上課都會上不完 為什麼 上不完五分鐘就開始訓話 在別班都不會笑 朋友都好可愛喔 他們都說 林老師好好喔 都不會很兇 其實我只是在我們班很兇 在別班我就很溫柔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覺得說 你班怎麼這麼可愛 我就跟他承載 他們說 哪有 那是上你的課 上我課才沒有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都覺得 別班上課是一種抒發壓力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也有缺點 什麼缺點呢 因為我們這樣安排 課程都趕得很緊 所以如果遇到特殊狀況 譬如說放假 H1N1停課 我們就會為了要調課 調得這樣子雞飛狗跳的 不過我覺得 因為這都是突發狀況 所以我們 因為有上面這是優點 我們還是很願意去接受它 我們大概已經做了 六七年了吧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們都知道 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是說你想要有班群 就會碰到很熟悉的那個 那其實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有的時候 不見得到同學校的 跨學校也可以 像我會跟別的學校老師 就是交換教案 因為我覺得不必要 一定要進到別班校上課 你可以互相設計 課程互相使用也可以 那我們有的班群 我們學校另外有一兩個班群 運作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就是只有負責設計 然後把東西給別人用 他不進到別班教室上課 也有這種的 那有的是 比我們做的還徹底的 他們是 我們是把兩個相同的課時間交換 到隔壁班教室上課 他們是利用空堂排課 這節課 我沒有課 我就到隔壁班去上什麼課 這樣互相交換 所以各種方式都有 那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 我覺得在慢慢的教學生涯當中 雖然我剛剛播那影片說 人生過得很快 可是教學生涯 日子好像過得滿慢的 很漫長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你的教學生活很有趣 你就要用心去營造你的教學生活 不是只有婚姻生活需要營造 教學生活也是很需要營造的 因為你要知道 像聽說今年 因為那個學生的關係 大老師精神病有五千人 這樣子 我想應該不只 因為快被學生氣瘋的人 應該蠻多的 還好我們有寒暑假 不然老師可能已經一半都瘋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要去慢慢 像這樣子用一個班群的方式 會讓你的教學生活變得很有趣 那像我們同學問我說 林老師你教書教那麼多年了 你怎麼還這麼嗨啊 還這麼熱情這樣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有伴侶的關係 我有夥伴 我們可以一起去努力這樣子 會讓你 我覺得你新的年度 你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這是我們小朋友寫的日記 我今年開始帶五年級 他說過了一年了 我們從四年級升到五年級 我發現我有許多改變 像是呢 以前一到四年級的時候 都只有一個老師在教我們 現在居然有協同教學 只有四個班的老師輪流教我們 所以我覺得五年級的生活 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生活變得多載多姿 功課自然也變得很多 而且我們腦袋的知識 也變得越來越多了 這是小朋友的那個發現 然後他最後的總結是說 他說還有點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我發現身上五年之後 我的生活學業有許多改變 不過自己的外表卻沒有改變 只有身高長高一點 體重增加一點 真是難過 不過我變得比較會看老師的臉色 大概是有很多老師輪流的關係 不會太白目 我覺得五年級的生活真有趣這樣子 那我實在就把他說話寫給你看 這就是小朋友的感受 他覺得這樣是一個很有趣的生活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一下我們的那個教材介紹 講到日記 他說很多功課對不對 我們學生會跟我抱怨說 老師我們有好多的學習單 其實我們學習單等會 我們學會寫的方式可能很多 並不是只有讓學生寫而已 他會抱怨說為什麼以前那個高年級都只要寫 生字詞語甲乙部 然後抄課文 為什麼現在要寫這些東西 因為像我們這幾個 我們班其實是調整 抄寫的功課變少了 可是我們 就是寫那種思考的題目變多 所以小朋友會有點不習慣 那為了跟大家講這個呢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太好笑了 說那個有一個幫派 他們在頂好那個市場那邊 不是頂好市場 頂好商圈那邊都有擺 叫小弟擺攤賺錢 賣大補帖那些 如果業績不好的呢 就要法寫報告一千字 如果沒有寫報告 就把他抓去山上揍這樣 我開始要跟小朋友講 不是在學校才要寫報告 混黑到底也要寫報告這樣子 這是難以想像 那個老大是老師轉任的嗎 還寫一千字的報告這樣子 好好玩的新聞 一下子彈 好 那你還要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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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